1860年8月1日 英法联军占领防守空虚的北塘炮台 北塘炮台的军事地位仅次于大孤炮台 恶守着继运河口的北塘海防要塞 共有五营四少 即东营大北营即南营又称双蕾 北营称头孤炮台 花营青驼子炮台 独标营海滩战炮台 英法联军舰队两次集结大孤口外 英军军舰及运输船173艘 军队18000余人 法军军舰32艘 军队7000余人 新军统帅参阁林庆 因少年大孤之胜 骄傲轻敌 加之错误判断 出于北塘一带埋涉了一些地雷外 撤掉了北塘防线 而在银城舰炮台 专守大孤 该情报被正在渤海湾刺探情报的儿史 Nikoli Pavlovich Gintierf霍西 并密报法国专使Baron Gross 英法联军遂出动军舰30多艘 和陆战队5000人 在位于任何抵抗的情况下 占领北塘炮台 大孤炮台从此复辈受敌 导致清军一系列惨败